小丽啊,你看过《大白鲨》这部电影没? 我看过了,好恐怖哦,鲨鱼真的那么凶吗? 鲨鱼大概有250种左右,不过真正会吃人的只有30几种,其中最具危险性的就是大白鲨。 大白鲨的行动很敏捷,肌肉又特别发达,身长有的超过3公尺。 即使是一只普通大小的大白鲨,牙齿也有两寸多长。 鲨鱼的牙齿非常尖锐,它咬东西往往咬得很深。 那些被鲨鱼咬到的人,大多数还没来得及被救上岸来,就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了。 真可怕,鲨鱼除了吃人之外,还吃什么东西呢? 鲨鱼好像什么都吃,它吃鱼,吃龙虾,吃海鸟,甚至衣服,木板,什么都吞下去。 既然鲨鱼会吃人,那我们去海边游泳不是很危险吗? 危险是有,不过如果能多加注意,就可以把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。 要怎么样注意法呢?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,就是如果你在游泳的时候,不小心受伤流血,就马上离开水里,不能再游了。 为什么呢?黄老师? 因为鲨鱼一闻到血的味道,马上会游过来。 其他要注意的事情,例如,不要单独去游泳,不要在晚上游泳,不要在很浑的水里游泳。 如果远远看见鲨鱼,不要慌张,也不要打水。 打水会引起鲨鱼注意,只要平平稳稳地游向岸上或船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